28比22 第一截最後的一分鐘 夏樂 再給馬龍 看到了經過單檔之後 但裁判響哨 哇 在跟譚傑龍之間的一個糾纏 吹在了萊特身上 抱歉 吹在了周姿華的身上 周姿華呀 就拉拉人的動作了 我們華哥真的也就是 目標比較大一點 他過去年輕的時候火爆浪子 雖然現在年紀大了 動作還是一樣非常的大 就是馬龍漂亮一個出手 這是他的出手點 在這邊看到了 哇 林明勝飛起來 把這個籃板球拿下來 結果華哥在下面 林明勝南上加南 再來看一下 這邊已經衝進來 這個坐飛機其實是蠻危險的 沒有錯 林明勝他是非常積極的一個球員 身體素質也非常好 沒事了 年輕球員我覺得他的態度是最重要的 態度 精神會感染球隊 所以希望他們 中心特攻隊在今天這個比賽當中 他們必須要因為這樣子的一個過程當中 展現他們的拚勁 這是最重要的 你看林明勝 在五次球的狀況是站在空中 搶著這個球 但是因為前面 這邊其實 下來的位置 周姿華 這個坐飛機 是真的蠻危險的 所以裁判這邊也要透過慢動作重播 來認定一下剛剛這樣的一個動作 到底 會不會構成更嚴重的一個犯規 違反運動精神的犯規 又吹出來了 周姿華是彎腰的 如果他身體是垂直的話 可能就不會有這樣子 這個比較合理的對抗 當你彎腰的時候 你就有身體的側面跟臀部 可以去影響到 所謂的對方 林明勝 就造成這樣的情形 所以這也是一個危險動作 這個危險動作被吹了一個違反運動精神的犯規 不僅是要讓林明勝罰兩球之外 中心特攻還可以繼續的握有球權 哇 這邊 這樣的一個 哇 這邊周姿華 哇 前面 這連續兩個 踢嗎 這是連續兩個踢嗎 哇 華哥出上啊 哇 華哥這個 這可能會被趕出去喔 剛剛 第一個抱怨的情況下 所以就先被吹了一個踢之後 他又衝到了裁判前面去啊 哇 剛剛這樣一個動作 其實是非常非常不必要的喔 沒有錯喔 周姿華 這裁判吹了以後 你就必須要讓這個比賽進行了 因為畢竟來講 這就是一個比賽喔 你必須要控制自己的情緒 在球場上當中去克制好自己 哇 這樣的一個捶盤過程 在第一節 現在還有44.8秒鐘的時間 所以周姿華應該就被吹兩個技術犯規了 以他的嘴型啊 球迷各自來判讀 但是他沒想到會被吹一個技術犯規 一被吹他又衝到裁判前面去喔 這個就沒有必要了 因為這好像是要 這個一個假動作好像就是 要威脅對方 這就沒有必要了 對 畢竟來講 今天裁判只是做他執法的工作 那你身為一個球員 那你就必須要在球場上 把所謂的遊戲規則保持好 這才最重要的 那裁判現在是要來討論 剛剛這樣的一個過程呢 吹判最後要怎麼樣來判定 剛剛應該是 如果我沒看錯就是兩個技術犯規 分別有不同的裁判吹的喔 對 所以這次玩應該就要 這時候應該就可能要回休息室了喔 在第一節的比賽過程 就有這樣的一個戲劇性的一個過程 2 3 2 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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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